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婆婆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的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是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最近有報導指出在2014年 腸癌會成為香港第一大癌症殺手 麻煩袁醫生和我們分享一下有關癌症的資料 今天 我相信我們以前一直都有跟大家講述 關於癌症的普及性 其實癌症一直以來是第二大殺手 但是我們一直預測 慢慢很快就會成為第一大殺手 然後傳媒終於開始講出 到2014年左右 腸癌會成為第一大殺手 在報章中還有什麼要講 教一些人怎樣去 很明顯這些資料出了之後 背後一定教人怎樣去做一些可以預防的措施 預防 他有沒有怎樣說 他在報章上 要做腸鏡、檢查等 通常這些情況之下 他通常跟著就叫你們 要做多些例行的試驗 例如做個照大腸 其實這種講法 早些診斷的方法 其實一直都有講 一般來說 我們就會留意 我們訓便裡面 會不會有些血絲 當然 如果看到血絲 不一定是腸癌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 所謂是痔瘡 這是最容易遇見到的 當中是一種鮮血 如果你看到有時候是 那些黑暗的血 通常是胃出血的原因 不是植腸裡面的出現問題 過去一直都有推揚 叫人40歲以後 就要定期做一個植腸鏡的檢查 沒錯 他們發現 如果我們能夠做這個 40歲之後 定期做這個植腸鏡檢查 是無疑可以減低死亡率的 但是那個患病率 即植腸癌的患病率 其實一直沒有減低 甚至乎是繼續增加的 是 大家怎麼看這個資料 其實不是沒有人做過 是有人做過的 但是其實結果 只是能夠減低死亡率 但是沒有減低患病率 患病率繼續增加起來 現在香港也看到 最近的說法就是 他就會成為第一大殺手 即死亡人最多的癌症殺手 如果我們明白 我們那個癌症的數據 其實背後是很多 我們很多是在操縱的數據 一般來說 我們計算那個癌症死亡率 通常是說五言的生存率 他不會一直幫你看 看到你真正死亡 總之五言之後 你還未死 他就說你沒有死的癌症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 無疑你是早些去做檢查 你是可以早些發現得到的 但是不是早些發現得到 是代表你最後都不會死在這個癌症的 只不過是將那個時間 超過五言的時間 就長了 多一點 即是你捱活過五言的時間 就會機會比較高一點 比如一種情況 比如一種癌症 他平時可能要十年 我們過去往往可能第六年 才開始發現到 變成他還有四年 即是四年之內 他可能過了身 變成他活過五年 那個時間 機會便沒有了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所謂 及早檢查 例如十年光景的癌症 到你死亡是十年的時間 但如果你能夠 第二年第三年 或者第四年發現了之後 跟著你能夠活過五言的機會便高了 是的 所以你有時候看過這些數據 就說 對呀 似乎死亡的率是減低了 其實不是真的死亡率減低了 只不過五言 活過五言的死亡是減低了 即是增加了 即是不超過五言的率便減低了 所以這個是真的及早發言的好處 正如我們的資料說出來 其實沒有令患癌的情況減低 甚至乎更加增加 沒錯 即是我們現在外面所官方的提議 正統的所謂傳統的醫生所說的那種方法 其實是沒有用的 老實說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及早發言 不是等於預防那種疾病出現 記住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及早發言 不是等同預防這種病 即是你試試做一些檢查 你照一下它 照一下它 會不會令到你的病 不會 不會 你只不過照一下它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發現 為什麼我們用在處理癌症 那麼多十年至少四十年 積極去處理 去對付癌 其實癌的死亡率 癌患病的人 只是越來越多 可以這樣解釋 簡單來說 我們以前的所謂一種檢查 早些發現 其實不是等同預防的 你記住這個分別 明白 即是等於很多人都不明白 我們現時的西醫 不是科學性的醫療 是科技性的醫療 是 現代文明的科技的西醫 是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八十七到九十 是沒有任何科學證實有效的 所以為什麼會這麼和呢 其實是這麼簡單 科學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我們是有 可以說被人欺騙了 就經常以為西醫是科學科學 其他醫療 自然醫療 跟我們療化 中醫是沒有科學的 這完全是荒謬的 我再說一次 即是沒有用這些雙重蠻症 去證實他有無效 或者是沒有做過 是不是代表他無效 只不過我們沒有做過 所以仍然是不知道 這件事在我們的大部分人 是分不出那個分別的 即是等於很多人都不明白 科技的西醫 不是等於科學證實的西醫的方法 好了 因為做這些搶鏡 說真的來說 都是要插管 又要吃些蛇藥 要先清洗腸臟 你才可以再做這些手術 也有一點點痛 也有時候 有一個比較皇貴的方法 所以最近有一種方法 就是不用拿一支揮鏡 只有一種用那支 就好像那些PEPS scan 就是一種磁力的方法 或者用那個CAD scan 用那個X光的掃塵方法 但當然這種方法 你那個輻射的問題 就會更加嚴重 對於我們以前跟大家分享過 做這些所謂的乳房的X光檢查 Mammography 其實每做一次 因為它要用那個X光 照射、放射 所以做這些檢查 每做一次 就增加患乳癌的機會1% 所以有些人連續這樣做 其實是沒有用的 現在最終最終是對付 減低乳癌的患病 根本是沒有什麼幫助 沒錯 好了 那醫生 究竟腸癌是怎樣形成的呢? 很明顯 如果我們要預防 首先最好就要了解 腸癌是怎樣 為什麼會發生 我們看看我們的基本數字 大部分的腸癌 在45歲以後出現的那些 其實這都是一種 沒有規則性的 即是沒有什麼一定的情況 可以理解得到的 那可以75%到80% 都屬於這一類的腸癌 我叫Sporadic Sporadic 即是沒有規則性 即是自己出現的了 但是其中有20%到25% 似乎是與遺傳有關的 當然這類 與遺傳有關的直腸癌 通常出現的炎靈 是比較延輕一點 通常這些腸癌 都是由直腸裡 是由蜥肉開始的 有些叫做家族性的那些 那些腸癌 有一種叫做家族性的 線柳瘤的腋癌 稱為 FAMILIALADENOMATIS POLEPTOSES FAP 中文我們是 家族性的腸癌 美肌 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蜥蜴是很多的 不是间中一两个 是数百个出现的 当然这些会大大增加他患肠癌的机会 幸好这类这样的病 家族性的病其实不是那么多 到底是什么导致直肠癌呢? 一般的想法 都觉得主要是跟我们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 就是好像我们的食物里面 很多致癌的化学物质 还有是我们的环境的因素 是导致我们的大腸的细胞 是变成一些古怪 古灵精怪的组织 有一种可以叫做异常性的隐蔽的病潮 即是一种隐蔽的但不正常的这种 这种隐蔽的病潮 是很容易会变成蜥蜴的 而且蜥蜴越大 当然它变成癌的机会也越大了 一般的尸体解剖里面 它发现大概37%的男士 29%的女士 其实都有那个肠的蜥蜴 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 蜥蜴的数字也会增加 当然跟很多一般的癌症 其实主要的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长期的发炎 和我们的游离机的出现 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预防任何的癌症 包括腸癌 其实最主要是要防止任何的炎症 即长期的炎症出现 和游离机的方面一定要减少它 当然我们也听过很多腸癌 那些大腸的肠胃炎的问题 譬如股羊性的大腸癌 Ulcelated colitis 和黑龙肢柄 Krone's disease 还有食物的附加剂 有一种叫Caraginan Caraginan应该是一种食物的ficaner 即食物比较让它的体积加厚 即像打蜆那些 Caraginan 这种原来本身是一种容易致炎的物质 还有我们很多时候 抢癌的高癌 通常有发现这种Caraginan 这种食物的附加剂 所以我们在食物里面 最重要是要小心一点 看看标签 我们标签法里面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都已经帮忙做些东西 但很可惜 我们在标签法里面 有一样东西标签 它经常不肯做出基因物质的标签 现在在外国 已经有很多团体 很多群众 都已经开始向政府 衛生当局 要求他们 将这些基因食物的成分 都要标签出来 大家都了解到 这是背后一个很大的政治的阴谋 可以这么说 既然食物公司 制造这些基因食物公司 认为基因是这么无害的 这么有益的 这么甚至认为它是有益的 为什么它那么怕被标签出来 大家心里有数 很多时候 我们人之所以有很多问题 解决不了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不良的法律 就是不要常常以为 一个法治的社会 是等于公正的社会 是绝对不是的 很多法律 其实是导致我们现在的人 是出现很多多方面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食物的健康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恶法 贫富如蜀 其实某个程度上 都是我们有很多不良的法例 保护那些炒炒闹 那些炒闹 那些炒闹那些 然后炒黄金的银行家 但是在外国都很了解 当然了 这个不是一个普遍 普遍一般人形式的问题 好了 还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会导致 抢癌的激风险会高 就是糖尿病 有些二型糖尿病的人 因为这些人 通常你的身体里面 那个游离至游离基 是比较高的 这种通常是 和我们的抢癌的高危 是有值得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一些是糖尿病的病人来说 其实他患抢癌的机会 亦都会相应而高 因为我们知道 由那个自由基 游离基越高 抢癌的任何的癌症 机会都会高一点 OK 是 那讲开癌症 那些人经常都说 怕曬太阳会有皮肤癌 那 抢癌和曬太阳 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那通常呢 我刚才所说 那个抢直抢癌 主要和环境 和那个饮食习惯 但是我们发现 是连抢癌那方面 原来太阳 都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的 那他发现到 譬如在有些地方 譬如在美国 东北部的地方的人 因为他们太阳比较少 直至太阳少 他们那个抢癌的机会 是比美国南部的人更多 我们用回同一个国家 就是饮食习惯应该相似 但是原来 太阳多的地方 他们的抢癌的机会 反而小一点 那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 原因应该是 跟我们的维他命D3有关 维他命D3不足有关 因为我们有很多研究 最近发现到 维他命D3 是可以抑制很多种类的癌症 尤其是直抢肛门的癌 我们也曾经所说 因为很多人都怕 晒得多 皮肤会生皮肤癌 所以现在很多人 开始用一些太阳油 来阻挡这些太阳的紫外线 以为会破坏皮肤 或者会令皮肤老化 或者导致皮肤癌 很可能 因为我们最近 是很大量用这些 防晒油 防晒膏 我们身体 因为这些 阻挡了太阳 直接到皮肤上 我们造致 我们身体 是制造维他命D3 是不足的 OK 因为维他命D3 是要在皮肤 在晒太阳之下 在皮肤下面做出来的 嗯 因为我们的太阳油 是阻挡阻挡阳光 那么变成了 我们的制造维他命D3 的能力是减弱了 是 尤其是比较年纪大的人 是吧 那么当然了 这些人呢 当然那个肠癌的 也都比较多 那么 他这些人呢 通常呢 就晒太阳 是反而比较少的 那 那你会问 那么我们现在的食物 经常都听见 说维他命D 加了一些维他命D 是吧 是 其实很普遍的 经常都说 加了一些维他命 補充了些什么维他命D 那应该有帮助呢 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一般我们看到 那些维他命D的補充剂 通常呢 就是不同形状的维他命 我们讲的是维他命D3 才有效预防 那个直肠癌的 就不是其他的维他命 嗯 那好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钙 是吧 我们知道呢 钙和维他命D3 也都有很 很紧密的关系 是 很多的研究发现 不单是人 或者动物的研究 都发现呢 我们钙的補充剂呢 采用钙的補充剂呢 是可以减低 直肠癌的风险的 嗯 可以这样的 是减得相当之多的 那而且呢 他的那个 保护的那个 那个力呢 是持续的 那 那 当然啦 但就不要以为 那我就多喝牛奶 拿多些钙呢 那就不是的 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钙如果是多呢 也都会增加 那个前列腺癌的 是 那我们也都发现呢 那个 喝牛奶多呢 也都会增加 心脏病的 发作的机会 就算那些低脂肪的牛奶 都有这个问题的 嗯 那我们其实呢 啊 在我们的那个 那个直肠里面呢 大肠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呢 是 我们的钙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呢 是 将我们 那个大肠的细胞呢 是减低它 成为癌的细胞 就是钙很明显呢 是扮演一个角色的 那 当我们用在 加上那个维他命D 一起的时候呢 那这种钙 啊 减低 癌细胞的 那个能力呢 是加强很多的 啊 那 那 其实呢 在我们那个 前列腺癌都好 那我们如果是钙 加上维他命D3呢 是可以减低癌的 啊 的风险的 嗯 那 那 那我最近呢 就 因为 然后新的发现呢 可以这么说呢 我们看到呢 其实那个钙和维他命D呢 都有很大的健康上的 的帮助呢 不单止预防呢 甚至可以医治这些癌呢 那我们过去 我们一般的 在营养学呢 我相信你以前读的那时候 读营养学的时候呢 都看到啦 一般的建议的维他命D的分量是多少 四百个 是不是 四百个IU 国际的单位 那 那我们发现呢 那最近呢 就将那个建议的维他命D的分量呢 是增加到 二千个单位 是 就是五倍的单位 那我们以前都经常说 啊维他命D多啊 是会不好的 因为他那个 就是油脂溶性啦 那会能够身体聚绩啦 那是有问题呢 那但现在最近发现呢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 就是一种 是 是非常之安全的 那就是 就算二千个单位的 国际单位的 国际单位也是非常之安全的 那我们只是 那我们起码 我们知道了啦 那我们科学家 已经估计一下 起码百分之九十的抢癌呢 都可以 从我们那个饮食习惯的改良呢 是可以预防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你饮食那方面做得好呢 你就会 百分之九十的抢癌都会减低的了 那我们看到呢 现在抢癌呢 抢癌呢 在什么地方最高呢 是欧洲国家啦 北美洲啦 和澳洲啦 但在什么地方低呢 是非洲啦 拉丁美洲 和亚洲的国家 我相信亚洲国家 肯定不是包括香港 香港人的饮食 是很接近那些西方国家 是欧美的国家的 那我们的 你都看到啦 如果我们的西方那些饮食方面呢 其实呢 那个蔬菜啦 比较少啦 抗蜜盐比较少啦 亚米加三油比较少啦 维他命比较少啦 但有种亚米加绿的那些 那些油呢 是比较高的 红肉又高啦 那种和呢 糖分都亦都高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可以解释得到呢 就是那个 为什么呢 就是有些国家 这些西方的饮食习惯呢 就是那个 那个肠癌呢 是会高那么多的 那很多的研究呢 已经发现了啦 如果我们用 进食维他命 阿米加三 高一些 比如鱼油那方面呢 是大大可以减低那个 那个肠肠癌的 那也都是解释到 在有些地方 在亚洲的地方呢 是比较低的 那当然啦 当很多的中国人呢 是移民了去美国 开始用一些 就是美国人 一般的西方的饮食习惯呢 那他们那个 结肠癌呢 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出现率呢 是双倍了 是 double 了的 那而他们呢 那个前列腺癌 记住呢 是增加到1000%到1500%的了 那就是很明显呢 我们吃些什么的油呢 是很明显呢 是会导致我们 哪一类的癌 那个会出现的 那我们看到呢 那我们 哪种的油呢 比如阿米加六的那些油 比如粟米油 黄豆油 红花油 那个葵花 葵花子油 那些呢 那些呢 都会大大地呢 是增加了 那个抢癌的机会 那些呢 那些呢 会将 木原有的癌呢 是会变成得很强 很强 很强 那些呢 很容易呢 是就是 会蔓延的 那所以呢 那我们看到呢 在美国人呢 它们进食的阿米加三六的油呢 是差不多 是身体 就是在健康的身体所需要呢 多成五十倍 那么多的 好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转头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腸癌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集的题目 直腸癌的自然疗法 那袁医生刚才提到 原来美国人吃油 是超出了他们应该吃的五十倍 就是阿米加六 都跟大家说了 阿米加三和阿米加六 他服用得太多 阿米加三是服用不够 比例上不够 而且你要看看 他们阿米加三油 通常是什么地方出现的 我们都说 阿米加三油 当然是鱼油一个好的来源 但是他们美国人 通常是吃鱼 通常是很多水银 已经污染过的鱼 最受污染的鱼 是哪种鱼呢 是一种叫方头鱼 可能是一种叫方鱼 可以想到 那个鱼的体型 像一个方的方钻 还有鲸鱼 鲨鱼 还有很大的吞来鱼 通常这些鱼是不应该吃的 不应该吃这些鱼 因为这些大鱼 其实它们的水银成分是非常之高的 当然我们要替代它 用一些经过精炼过的鱼 一个淨化过的鱼油 我们看到一般的美国人 进食鱼的比例 亚米加三对亚米加六的比例 就是理想的比例 应该是三对六是一对二 但是美国人的比例 是一对二十甚至一对四十 就是很明显 它们的亚米加三的鱼油是很少很少的 亚米加三的鱼油是可以减低 就是很多不同的机制 是减低那个结肠癌 第一它会减低一种特别的酵素 身体需要这种酵素是会令到癌症成长的 第二它会减低 会改变那个肠的细胞的膜 它也有能力令到这些结肠癌的细胞自动死亡 而且它也抑制一种叫COX的酵素 这种酵素通常会导致我们的肠癌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医学界西医方面用药 它也会利用那些亚士不灵 和一些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比如Advil、Naproxen之类的 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去企图预防那个结肠癌 因为这些药物是可以减抑制 阻挡这些酵素的酵素 我们研究 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服用这些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是无疑可以减抢癌的风险 在男士方面是减低40% 在女士方面是可以减低43% 其实非常之不错 但问题就是这样 这些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有很多副作用 其中是胃出血 腎的受损 和肝的受伤 这些都是它们的副作用 如果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能够用DHA 这种油脂肪酸 加少少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其实你是可以达到减低风险的效果 而没有这些负作用 其实都可以做得到 当然另外一种饮食的习惯 和抢癌的关系 我们通常吃的叶酸 维他命菠利 叶酸是太低的 尤其是有些人 有一种特别的遗传性的缺陷 名字其实都挺难读的 一种叫MTHFR Polymorphism Methylala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deficiency 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字 总之你知道 这个和我们的叶酸有关 这种遗传病的人 会影响的人数 世界上大概有5%到20%的人 这类的人当然 患肠癌的风险会高些 我相信现在很流行做一些 所谓的遗传基因的测试 从而希望可以早些知道 你患某种癌的机会是否高 我相信这个一定会 包括其中在内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 用简单的方法去改善 我们只需要在叶酸方面 要吃多些 要慢一下 你真的有这种遗传的弱点 叶酸方面要吃多些 因为叶酸肯定是对付直腸癌 是一个很强的武器 尤其是叶酸再加上维他命B12 B6和B3 Niacinamide 这些是可以预防很多不同类型的癌 即是维他命B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很多人都知道吃些纤维 高纤维可以减低直腸癌 但这个是否真的 其实这个都不是全部是真的 真的好视乎你吃些什么的纤维 有些纤维可以说 是简直可能会增加你的风险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 是吃哪一类的纤维才有效的 有一种纤维 我们叫做resistant starch 是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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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这种 这种 这样的 淀粉 实际上 身体是很难消化的 因为很难消化 它会在我们的大直腸里面 發酵成为不同的 几种不同的 亦制癌的 发酵 因为在发酵过程中 那这种这样的,我叫resistant那个starch,那个淀粉呢 当然可以增加我们那个分辨的体积,对不对 改善我们排便的那个愚动力 它也可以是减低致癌的那些胆酸 我们身体很多的胆酸积得多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我们做清肝胆有这么好的作用 其实很多的胆汁递留得太久 其实都是致癌的物质来的 那这种这样的纤维,那个淀粉纤维 也都会减低我们那个胰岛碎的水平 还会提升我们那个HDL,高浓度的那个胆固醇 好了,那这种我们叫resistant starch 这是什么的物质呢? 那其中一个我们叫Ambutyrae Ambutyrae 我们叫做Ambutyrae 我们叫做Ambutyrae 这种是很短的脂肪酸 我叫做short chain 比较短的脂肪酸 那这种Butyrae 我们叫做洛酸炎 是对我们在我们直肠里面的细胞 直肠膜的细胞 是有非常之重要的保护作用 而且是可以减低我们预防我们的直肠癌出现的 那这个就叫做洛酸炎 Ambutyrae 那这个也会帮助我们那些 汇洋性的肠肠的肠肠炎 Ulcerated colitis 和其他多方面的直肠的毛病 所以Ambutyrae 和洛酸炎是一个很好的功用 好了,那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找到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 我叫resistant starch 就是淀粉质 那苹果 和扁豆 非常之有用的 还有那个果胶 果胶 就是水果 苹果里面的果胶 和其他水果里面的 果胶 其实可以这样做 皮 就是我们在苹果皮里面 是pactin 是果胶很多的 那这些果胶 就是在我们的大腸里面 会发酵 会製造很大量的 洛酸炎 嗯 ok 那 所以一日一苹果 是非常之有意思的 记住 记住连皮吃 对不对 这个苹果皮很重要的 那所以呢 就洗净皮 最好就是连皮吃得到 那这些果胶 是已经证实 可以抑制那个直肠癌 在不同阶段的直肠癌 不论你是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第四都好 都有帮助的 嗯 那蘋果啦 那个西柚啦 是 还有呢 那个柚的那些果胶 就是好像柠檬呀 橙的皮 白色那部分 哦 那这些非常有用的 那所以呢 真正正正大家 吃山果又吃橙呢 那最好呢 就是吃白色那些 那些皮肉 就是不要吃黄色那里 因为黄色里面很多染色的啦 橙色那些是颜色染出来的啦 那你轻轻将外面那些 那些皮呢 就批了它啦 但白色那一层呢 是吃多一点的 是 就是和大家上次和大家都说过啦 原来吃西瓜呢 那个西瓜 那个白色那部分呢 是非常之有效的 嗯 我也都和大家分享过 最新的资料啦 原来发现呢 西瓜呢 好像等于呢 是男性上 有些男性会用那些叫做 鬼歌的作用的 嗯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这些人的自然界呢 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呢 是有效的工具的啦 那除了刚才你提过 苹果呀 扁豆 或者是柠檬皮呀 橙皮里面白色的部分 会有很多 酸盐之外呢 那其他食物 即是补充剂 哪一样是会对这个腸癌有效的呢 那我刚才说啦 因为呢 腸癌呢 可以说呢 百分之九十呢 都是由于我们的饮食 不良的饮食 嗯 那所以我们吃些什么呢 其实很大分别 是 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过 那几样东西 那还有一个叫做 Korsitin Korsitin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了 就是洋葱素 那所以为什么说洋葱那么有益呢 嗯 Korsitin的洋葱素呢 亦都是对付很多方面的癌症 包括尤其是下 那个结肠癌呢 他可以抑制一些酵素 就是要依赖癌癌的酵素 就是会减低癌的细胞的分化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会导致癌的自动死亡 A-A-Portosis 这些是Korsitin 也有的 那当然呢 这个洋葱素呢 通常是油溶性的啦 那但是也有时候也都见到一些水溶性的 那如果你遇到一些油溶性的呢 那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油溶性的呢 在一边食用的时候吃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叫做檸檬 檸檬的皮素 Hesperidine 那这些当然啦 这些是那种 flavonoid flavonoid 那属于是这种的肥本来呢 在我们的橙啦 和其他一些水果啦 那这个也都有很强的抑制 腸和那个乳癌这方面的问题的 那那还有呢 那我呢 就叫做Selimerin 叫做Milk Thistle 那Selimerin 是一个对那个肝脏呢 是很大益处的 那我们大家一听到呢 Selimerin 它是乳子 这个字我都不太懂得读 大家应该乳子啦 这个字啦 那Selimerin 那也都是帮助我们 减低我们那个排毒啦 增强我们的排毒啦 保护肝脏和脑袋啦 那Selimerin 通常呢 最好就是空腹服用 会吸收得更加好 那另外啦 维他命E啦 维他命E 有天然的维他命E啦 维他命E 那维他命E也是很多种的 那再呢 就能吃一些尽量 吃一些天然的维他命E 那也是预防呢 和那个那个 那个结肠癌 很有用的 那这种的维他命E 叫做gamaform Gamma Gamma Gamma的维他命E 这种形式的维他命E 就会抑制肠癌症的成长 减低预防正常的大肠细胞变为癌细胞 也会减低我们所谓的 COX 的 Enzyme 酵素 这个也是一个Gamma 的维他命 E 很有用 鱼油方面,其实鱼油里面也有很多维他命 E 另外一种是我们一种叫做胡萝卜素 复合的胡萝卜素,其实胡萝卜素有很多种形式 有Alpha、Beta的胡萝卜素 有一种叫做茄红素,Lycopene 就是番茄里面的一种红素 有一种叫做Lutin,Lutin是什么呢? 是叶黄素,是吧? 另外一种叫做葛黄素,Cathosanthin 这些全部都是一种Cathosanthin 就是胡萝卜素 这些全部都是有抗癌的作用 尤其是结肠癌、子宫颈癌、肺癌、乳癌 都有帮助的 好了,还有一种是茶 大家听过红茶、绿茶 现在最近市面上开始有一种叫做白茶 白茶在现在最新的那类的护肤品里面很多 抗氧化 我最近也看到他们很强调整个系列的护肤品 都是含有白茶的 发现白茶的肤和铝的成分比较低 以及抗癌的成分叫做EGCG Epigallocatacin galen EGCG 这种抗癌的物质是可以大大的抑制大肠癌 通常喝这些白茶如果大家找得到 一天喝两杯 每次喝两杯 这方面有帮助 接着是DHA Decosal Hexanol Acid 也免得翻译 大家很多人在外面的广告都看到 他就这样叫DHA就可以了 一大班人都知道 维太涤通常是鱼油方面 通常DHA加上EPA 通常这个会帮助它们有薄血作用 亦都抑制免疫系统 接着就是Cyla Selenium Cyla Selenium 是一种微元素 如果和维他命E一起吃 亦都会减低抑制大肠癌 有时候Cyla加上维他命C 或者Buffet的维他命C 亦都会减低抗癌的效果 最后就是维他命D3 和叶酸 这些都是一种很有效的工具 好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原来在印度 印度人患抢癌的机会 人次是比较少的 你知道印度人最喜欢吃什么呢? 咖喱 是的,很明显 我也跟大家说过 原来咖喱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 咖喱是会抑制癌的细胞 所以咖喱是一个很好的香料 可以这么说 其实很多香料本身也有弱性的食物 比如还有香料就是Cinamum 月桂粉 大家已经知道了 月桂粉是可以什么呢? 可以帮助处理什么? 处理糖尿病的 好了 那抑菌 我经常说 大肠里面有很多免疫细胞 80%的淋巴结 竟然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很明显 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是跟我们的肠道的健康很大关系 那我们肠里面有什么 保护的微生物呢? 就是我们的抑菌 所以经常性 我们要进食一些好的抑菌 是会保护我们的肠癌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消化酵素 我们的身体是要将那些食物完整消化 那我们才有能力 是将那个 那个 那个食物 就是残留在肠的食物 是会减低的 因为知道呢 残留在肠的食物 吃到的食物 其实会发酵的 这种发酵会发臭 会导致抢癌症 就是 增加的 好了 那当然了 多吃水果蔬菜 是不是? 那有一种方法 现在市面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那就是将那些蔬菜 就用搅拌机 就将它打碎它 那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这么说 容易入口 是不是? 容易入口 而且吃的量是可以容易多很多的 所以现在很流行 就是蔬菜汁 就不仅仅是炸汁了 只是有一个很强力的搅拌机 将它打碎它了 那还有呢 是吃它完整的谷类 对不对? 那 那你身体呢 其实呢 在这些方面是很大帮助的 那当然了 有些什么呢 我们要减低喝进食 就很明显 很多我们市面看到的那些 所谓的那些果汁 其实很多那些果汁呢 其实呢 都是很多糖分的 不是真的纯正 还有没有什么纤维的 还有那些汽水 还有酒精 那这些全部都是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要多喝一些 蒸馏水或者干净的水 过滤过的水 还有那个白茶 是不是? 嗯 我知道医生你在20年前 将这个碗汁水疗 在美国引进香港 那它是不是对预防腸癌 很有帮助的呢? 在大家都可能都听过 其实在洗腸的过去 在美国 就是未有些特效药 那么普遍应用的那段时间 其实很多人呢 家家户都是用洗腸 来处理所有的病 也有一种说 所有的病 都是由我们的腸毒开始的 就是腸脏污胃 百病重生 这就是这样的说法 那用自己的常理来看一下 因为呢 我们不能够和大家说 我们已经做过科学的证实 是用洗腸 用一种双重蚂脏的方法 证实洗腸可以预防腸癌的 因为第一 是这样的研究 是做不到的 因为做一些双重蚂脏 要怎么做呢? 要做一些假的洗腸 和真的洗腸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这些实验 但是没有做过这些实验 不是代表 洗腸可以预防癌症 是没有根据的 根据的 然后呢 你看一下早年 在美国 在2020年代 30年代 如果那些人去药材店 或者药物店 去买那些健康用品店 他会看到形形色色的洗腸工具 洗腸袋 洗腸板 就是不同形式的洗腸工具 好了 今时今日 我们走回这些店 是看不到这些用品的 取而代之是什么呢? 是做口袋 做口袋 即是那些人就因为抢癌 割了直腸下脚 令到肝门没有了 要在腹腔上挖一个洞 来放一些糞便 结果就常要背着糞便的袋 可以今时今日 没有了洗腸袋 而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这些做口袋 即是屎袋 只要你看到 其实很明显 如果我们能够用一般的常理 去了解 如果我们腸壮 是经常地可以保持清潔的时候 很明显 腸癌的机会 应该是大大地减低的 很可惜 一般人 对这方面的碗腸 真正的认识 仍然不足 还有可能 误会的地方太多 导致很多人 腸癌 越来越 很快就成为第一大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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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吃的 是吃的少一点 可以这样说 因为铁质是比较高些 切可以大大增加油尼肌的产生 所以也会增加腸癌的机会 所以有时候我们烧烤的链肉 用烧烤也好 烧烤也好 烧烤也好 烧烤这方面 其实这个也会制造很多致癌的物质 例如Nitrosamine Hetrocyclic amine 这些都是在烧烤过程里面 制造出来的那些产品 所以我们尽量要减少 即是间中吃一下都算 但是不要当作一种经常去吃的饮食方法 也都要减少所有包装的食物 各份包装的食物 这些都是有些含有的 Nitrate 亚硝酸 这些食物 这些都是很多我所谓的致癌物质 如果减少吃肉食也好 吃白肉 鸡 火鸡 或者猪也好 最好就是吃有机的 就是有机农场做出来的 好了 那大部分的这些油 我刚才所谓的 那些现在的粟米油 花生油 芥花子油 这些米加三高的油 其实这些都是很容易 促进癌的成长的了 那所以呢 要用的油 我用什么呢 用那个 那个 那个 橄榄油 是 和那个 椰子油 是煮食用的 那其他方面呢 如果用油 可以 灑一些什么呢 灑一些 咖喱粉 在油那里 那会减少油 是氧化的问题的 好了 那还有一些 要减少有三种的重金属 这些骨 铝 和水银 这些很明显 是非常之非常之 就是毒害我们的身体细胞 尤其是我们的脑的细胞 OK 那 这些都是 就是那些 黑茶 农茶 黑茶 经过 处理过的那些 我们叫做 肉类 和那些 芝士 其实这些的 肤和铝的成分 都比较高的 那 水银呢 就是我们的保牙里面 我们的疫苗注射 尤其是 我经常说 尤其的疫苗注射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的疫苗里面 有很多水银 是导致我们的脑袋受损 也会引发我们的自闭症 那 还有 乳这方面 全部都要小心的 OK 那这些是我们经常要减低的 食物的之一 那还有呢 在运动方面呢 我们的运动呢 就不要做那些 太长久时间的 带养运动了 因为这些 这些长久的 带养运动呢 也会在身体 增加我们的 养化和游离肌的问题 哦 明白了 好 今集多谢了 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 回诊 带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了 袁医生 好 拜拜